草岭古道 草岭古道位于新北市贡辽区全长8.5公里 由于路径新北市及宜兰县两县市分界山的草岭 故称之为草岭古道 根据最早的史料记载 草岭古道为平浦族的迁移路径 在18世纪末才由当时政府开垦拓宽 古道修筑的手法采用当地最常见的沙岩作为材料 石凳如梯就地取材一路铺设而上 由于当时这条古道被视为官道 因此铺设时一点都马虎不得 沿路有着当时官员所留下的遗迹 为那一段历史留下最好的见证 再加上草岭古道也是淡兰古道的其中一段 当时由淡水一路连通到宜兰 这一段也是必经之路 历经每个时期丰富的人文底蕴 让草岭古道成为东北角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文山境 其中以草书所刻出的三级古迹虎字碑最为著名 相传是当时台湾总兵刘明灯出巡格马兰 陆经这里时被风暴所组 因此以《易经》《云从龙》《风从虎》的含义 以《芒花》为笔 就地挥毫提下《虎字乐碑》来阵风 不远处还有熊镇蛮淡石刻 从这些珍贵的历史古迹 可以窥见鲜明碧露蓝旅 开山毕临的拓荒精神 经过百年的演变 公路的开通 古道的功能早已视为 不过沿途的人文历史古迹 与夏秋期间自然的景观 依然吸引许多游客前往 在欣赏芒花的同时 进一步感受仙人开垦拓荒的艰辛